11月6日,据足球报,在近日举行的河南省足球协会全体职位会上,宣布了前河南省足球协会主席杨南有重大犯罪嫌疑,被立案调查,并免聚集在河南足协的职务。 据正观新闻2021年报道,当年的3月20日,河南省足球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,当时46岁的杨南当选河南省足协主席。 从俱乐部高管到基金会主席,再到省足协主席,从美女老总到美女主席,杨南被球迷称为河南足球的功臣。 杨南1975年出生,被球迷们称为中国足坛最早的美女老总。 2021年,26岁的他出任介业俱乐部老总,后任介业集团采购部经理。 介业成功中超后,杨南再度出任介业俱乐部总经理。 2011年底,杨南接任河南介业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一职。 2019年,杨南当选中国足协职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